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多少斤 一百五 你快赶上我了 我减肥 还挺可爱的 吃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爱吃小龙虾 能吃多少 一次能吃三百个 三百个 对 差不多 你坐那个酒店前台的收入 能够支持你吃什么小龙虾 不能 谁买单 别人 一上来就那么犀利 他刚开始送来所有的话题 我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说什么 你这种性格 那你应该是家里很有爱的孩子 我家还好 你家几个 我家两个 两个 有一个哥哥 那家里对你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教育呢 棍棒底下出销子 我看见他紧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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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看见他特别紧张 就是脸崩的 崩的肌肉 那个都是很紧张的那种感觉 揍你啊 也走 也妈 揍你 你性格还这么开朗 看得开 他们那一代信奉的就是棍棒的一些粗 小子 就是打出来的一定都是好孩子 你爹是干嘛的 我爸是做生意的 妈妈呢 我妈是会计 但那他们对于你的职业主张是希望你 这个志在四方呢 还是希望你留在老家 想让我去成都 为什么不在山西呢 我哥哥在成都 想让我和我哥哥作伴 那你今天来求职是哪个地方都可以去吗 首选是成都吧 听爸妈的话 对 那平时对于你的学习啊 生活啊 交友啊 管吗 小的时候管 现在不管了 小的时候怎么管 小的时候就是说是 他们见着这个同学说他不行 然后就 我是很建议让我和他们多接触 社交是管的 对 社交是管的 其他的呢 消费呢 消费 现在管 以前是没有什么零花钱 现在是有零花钱了 然后就管的比较多一点 管你不照样吃三百只小龙虾吗 现在不会 现在不会 因为确实是意识到体重有点胖 其实我觉得在舞台上你的这种表现 你的这种笑容啊 其实让我感觉到 其实你内心应该还是有一些压抑的 我有点紧张 对啊 我一紧张就爱笑 爹妈从小到大夸你嘛 不夸 从来不夸 对 从来不夸 当时我们的面的话是不夸 为什么当面不夸你呢 你说男孩不夸我觉得可以理解 女孩为什么不夸呢 我的性格也有点偏男孩子 然后就有点 一夸我就有点飘 她的性格 我天天在家就叫她男人婆 就容易飘 对你爸妈有什么抱怨吗 也没啥吧 就是觉得 从来都没有在他们嘴里面 听见过一句肯定的话 他们说过的 最让你刺耳的话是什么话 就是 刺耳的话就是说 你怎么就是 你还不如你哥哥强 就是你以后肯定就是什么 你要是现在不努力 你以后肯定就是扫大街啊 去要饭什么的 所以这种话比较多一点 不过我家姑娘在我心目中 还是非常优秀的 就是希望她肯定你 对 希望她肯定你 希望她夸你 对 是吧 我不是一个坏孩子 我只是一个学习不好的孩子 确实也是 就是我想对我父母说的 就是这个